《中国文艺》 喜庆美好的时光 土地既是养育农民的母亲 也是他们劳动奋斗的舞台 在这里 他们播种着粮食 播种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 由郭金杰等人表演小品《包地》 讲述两位农民 在承包土地过程中发生的趣事 他们对土地的热爱之情 也悦然迎平上 这个马大哈呀 真够麻烦的 竟然把情书送到我这儿了 写的还挺有意思的 你听听啊 亲爱的凤云 你是我心中的电灯 我是真心的向你求难 绝不是扯利根等 我想有个假 再也不愿意保留光棍的指称 这个马大哈呀 竟然看着俺小姨子喽 村主任在家呢 村主任哪 主任哪 主任你怎么在家呀 赶紧出来看门 我找你有点事呀 主任哪 你快点的 我是哈哈呀 主任哪 快点赶紧 我想你 你看你这 你说这这吓人 在我过来 你出来你咋不直一声 你这整个 I olarak我的小心脏 我吓得我 哗哼哐啵哼哼哗哒啥 哈哈哈哈哈哈 主任啊 主任 你家出啥事了 不是你干啥 不是性吗 啥事真高 主任来 我给你带礼物 你最爱吃的王纪烧鸡 你小的 那真行 我还不了解你吗 不给带东西不给办事 你这是烧鸡吗 这不骨头吗 主任哪 你先别着急 你先我给你解释 刚才我来的时候 我是烧鸡拿在左手 骨头拿在右手 我现在烧鸡喂你 骨头喂狗 然后后来我 一上你家一来 你家狗咔就扑上去了 我一着急 可能是扔错了 行了 就当我吃了 我给你那个申请 你看看 看了 写得挺好啊 我知道 你是看中了 对 我就是看中 咱村的吉班五基根地了 我不是现在那基根地上 种那个高产作物 高油大豆吗 高油大豆 对啊 来 你坐下头 坐下头 姐夫在家吗 凤云来了 凤云来了 你问他 干啥呢 上水下天 你开门去 真是凤云啊 快快去吧 妈还输了下的 老同学在这呢 啥老同学呀 是老情人吧 你瞎说啥话呢 哎呀 想当初 要不是俺老张人不同意 咱俩就生连条的 哎呀 我的天哪 姐夫 那都七百年骨子八百年扛进来 那还挡挡他干啥呀 哎呀 哎 哎呀 我的妈呀 哎 傻了 你同意了 那个 凤云啊 你找我有事啊 哎呀 姐夫 不就是那个 我想承包咱吃那二百亩鸡 耕地的事 不是 你那鸡养的不是挺好的吗 鸡养我给卖了 改种地了 那你一个人能行吗 那我猪也杀了 鸡也卖了 那你看这事咋办呢 咋办不咋办嘛 这事得开会研究 那还研究啥呀 那个乡里面都号召我们农民种地 那给我们那农民的优厚政策 不咋的呀 种地你还卡我呀 走走走走 上乡里 平里去 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那个咱是亲近 有事家里谈行不行啊 不瞒你说 这地儿啊 不光你要包 那马大哈还要包我们 呀哈 马大哈 哎呀 这嘴又抠的 马大哈呀 马大哈呀 头两天 你给我送的包地申请 今天你这人搅和 是吗 我给你送的包地申请 哎不 哎 等会儿 凤亚 我那天我给你送的那个 不是我 等等等等等 不马大哈你啥意思啊 不是 那 那凤亚我也没明白你 你啥意思啊 不马大哈呀 头两年村里号召种地 你不种 现在有优惠政策了 你又要种地了 不村里啥好事 都要你抬上了你 不是 你 凤亚你说 你咋真说话呢 那什么叫村里好事 都让我摊上了 那曲型那事最好了 我四十来岁了 我咋一会儿没摊上了 你夸大哈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个地儿 我是包定了 风娘啊 那那那那那 那你要真说的话 今天这地啊 我还非包不可了 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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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大哇 哎呀行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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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伍地把啊 你 你抱 对 我包 我包 哎呀 姐夫 喂 哎呀 妈呀 ів姑娘 哎呀 姐夫呢 哎呀 哎呀 天啊 哎呀 哎呀 你这俩就撒 cash 哎呀 你听姐姐吗 凤云哥 你听姐姐我跟你说 马达哈 你真的让一步 这凤云姐挺难的 难 他在南野有个孩子 爸妈叫 我连孩子他妈 脸都没毛着 妈妈哈葫芦里 买的什么药 给我送神情 他才有瓦地儿包 送情书给他 好像没敢笑 整地我想混颠倒 心里乱走走 这事好 这是小 我看这事能成交 他俩的混乱 村里都是老 让马达哈连人带地儿 一块城堡 主任 我告诉你啊 你可不能以权谋私 你把那地儿包给你小姨子 那你要真说的话 这地儿我还非包给他不可了呢 哎 主任哪 那你要真给我唠嗑的话 我得好好问问你啊 你问我啥呀 拼啥呀 拼啥呀 谁不把地儿包给你小姨子啊 就凭这个 姐夫 你看 你看 凤英那申请你写的 种植高油大豆 889高油大豆 这不我写的申请吗 是你写的啊 但是 是凤英亲手交给我的 这个 才是你写的呢 凤英你看看 亲爱的凤英 哎呀妈呀 马达哈 哎呀 马达哈 这是咋长 你说这情书和申请咋 让我整串了 你是对不对还不好办了 马达哈 你说你 你损不损 哎 那啥呀 那那那 凤英啊 你别生气行不 你要 你要实在要不同意 你就把那玩意给我 就咱就他啥事没发上过行不 马达哈呀 马达哈 你说我说你啥好呢 你说你直接把它给我 不就完了吗 村民遇上新麻烦 帮忙看棚没了瓜 西瓜到底去哪儿了 主任疑心可怎么办 夫妻急得满头汗 想出妙计来搞定 瓜没了 什么玩意 瓜没了 哪去了 这不这么回事吗 昨天主任呢 让我帮忙给他看瓜地 我这一着急一放松 半瓶啤酒就周蒙了 早晨起来一看 那大哥西瓜全没影了 大琢磨 不 你还能干点啥呀你 我这媳妇啊 我现在就琢磨呢 我咋跟你主任说这事呀你说呀 就他咋说的 就着实说吧 咋说呀 你就这么说 嗯 主任啊 那个昨天晚上 我把你家瓜给看丢了 完了吧 俺家那瓜呢 你说他小偷也一个没头 完了吧 你信吗 昨晚上我也不信呢 不是你说你整的啥事 你整不好把主任还给得罪了 咱 咱家瓜呢 不咱家瓜我也没看着啊 我跟你说啊 我把咱家大个里西瓜要熟的 都摘下来放地头毫沟里了 等主任回来咱就和他说 咱家瓜丢了咱家的瓜也丢了 这都丢了 他就不能说啥了吧 他琢磨了 这么多年 就这事你琢磨的还有点水平 行吗 那等那个主任回来 你别整漏漏啊 打死你也不能漏啊 啥玩意 主任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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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主任 今个这天好啊 又管风又下雨那天 是吧 是呢 风雨交加呗 不是 那个主任哪 他说呀 今个天太好了 主任 那个 我跟你说点事吧 那个 你先别跟我说点事了 我先跟你们俩说点事吧 嗯 那个您家那瓜呀 跑地头毫沟里去了 不知道谁干的 你俩看是不是 试试赶紧整回来 你怎么藏地隐蔽点呢 你啊 我藏地挺隐蔽啊 盖上瓜子后 上面放支鞋 鞋上面插个绝 绝上面别个纸盒 纸盒跟鞋子 不是啊 此处乌瓜只有鞋 你这儿无瓜那儿有瓜 一毫够屋呢 你还给它整为用的呢 主任 那瓜不是俺家的 不 不是俺家的 不是 那明明是您家的 咋就不是了呢 俺家那瓜都卖了 卖了 行 那不是您家的就行 那你别说 我还真挺幸运 幸运 白剪一堆瓜 白剪的 你看看 那行行行 那什么 跟你们俩说个事啊 就是我那瓜呀 主任 那个 还是让俺俩先说呗 那行 那你说吧 那个主任呢 你不让我帮忙给你看瓜地吗 对啊 我这一着急一放松 半瓶啤酒露懵了 早晨起来一看 你家大个西瓜全丢了 不是 我家西瓜全丢了 那个 不光你家丢了 俺家的也丢了 俺家也丢了 你家也丢了 俺家也丢了 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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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生气吧 那都不能生气 都丢了 我必须得生气 我发现到琢磨你真是喝猛了 你媳妇刚才都告诉我了 你家西瓜不都卖了吗 至于俺家那西瓜也卖了 咋事呢 今儿早不急 我洗某西瓜整齐上探了行情 要好呢 我就看我大伙都卖了 你们俩才咋的 现在的行情 臭啥呢 啥时候炸一点 洗澡啊 没叫我一声呢 还叫你什么 扒了你都不行啊 还叫你 你这酒量也不行啊 大主门 哎呀 咋的这是 行了 我这个地头好够里还一堆瓜呢 我得赶紧上机还得把它卖了 那什么 大家帮我看会儿瓜地 主任 不能卖呀 咋的呢 主任 你琢磨呀 你要去卖瓜去 别人以为是你偷的呢 主任 有损你干部形象啊 是 还是我去卖吧 哎呀 别说呀大琢磨呀 啥事你还真是爱琢磨呀 同意了 我同意啥呀 这背黑锅的事能让你去吗 那得我去呀 不是这个 主任哪 主任 主任 你说你们两口子呀 可真是的 行了 整瓜去吧 哎 想要就直说呗 编的没用的干啥玩儿 不是那个 主任哪 那瓜真是俺家的 真是俺家的 行了行了行了 咱们之间还用编那故事吗 对不对 想要拿去 别说是我捡的 就俺家瓜地里的 你真是俺家的 你俩想要 还不给你摘几个是咋的 主任 我以人格担保 那个瓜吧 它是俺家的 就咋回事呢 是大琢磨吧 藏在好沟里边的 晚上没查明白 让你给发现了 然后 哦 我明白了 这瓜还真是你家的 对 大琢磨窄一点 对 都是熟一点 对 不去卖钱 对 摟沟里 对个溜啊 他精神病了 他那干大傻事 他被猴子都尖 别 想要拿去 到我面前着行不行 给你们了 我还能说出去是咋的 是咋还想不明白了你 大琢磨我心里打鼓 两腿直打菜 心里头那滋味 就像自己拿砖头砸自己脚盖 但开了水果罐头 当我说完花椒面 买个二提酒 还唱个烦炒的娘 憋屈不 难受不 做人就不能诚恳点吗 相互就不能信任点吗 本来就没有多大个事 一天到晚 你瞎琢磨 你说你呀 累不累呀 累 咱做人就该 简简单单谈谈当当 轻轻松松尝尝亮亮 随着绿色生态的理念 越来越深入人心 广大农民们也开始种植 纯天然无污染的农产品 小品《金秋真情》 讲述了东北铁岭的一群老乡们 他们在回家创业的大学生带领下 种植绿色有机榛子 这群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你们不在那个山上踩灯 那么咋都下来了呢 踩啥踩呀 一块上山看看去吧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咋的呢 虫子满天飞 蛤蟆好几对 黄蜂抱成团 小鸟把牛吹 马一再上树 刀里黑又黑 蛇在前边跑 老鼠后边注意 哎呀 行了 行了 烂七八糟说点啥呀 动物世界啊 针子减产了 不能吧 今年的年景不挺好吗 哎呀 当初啊 我也不相信 可今天早晨我上山这么一看呢 往年的针子 那都能把针子树压弯 可今年这针子 长得倒挺好 皮也薄 粒也大 可产量太少了 至少得减产一半 减产一半 那可不 怎么可能呢 怎么就不可能呢 齐大发 年初的时候 你成立了针子生产合作事 说带领俺们卖针子赚钱 你来当经理 你来管理 那俺们可都相信你了 咋管理的呀 那山上的虫子比针子都多 我告诉你 齐大发 今年你要把我们整赔了 我跟你没完 行行行 我跟你们一起上山 行不行 行 听大发的吧 你先上山 长叔 齐大发 今天我要当众揭穿你 你这跟哪儿猫出来 你还揭穿我 你啥意思啊 这个事啊 山叔 乡亲们 知道今年针子为啥捡产吗 为啥 咱每年给针子山打几遍要 四遍吧 那为啥今年的虫子这么多呢 为啥 为啥 因为齐大发根本就没打药 啊 找多少 说话里得有证据 你还死不认证 我跟你说我可有证人 证人 那天我请二魁喝酒 他亲口告诉我的 是按照他妹妹齐小力的安排 打的就是水 哎呀 好你个七大发呀 我说山上虫子咋真多呢 原来你打的是水呀 那老天爷一年下拔鞭 水用你咋呀 放你呀 你说你为了省钱 你把我大伙往火坑里推呀 看来 哎呀看来啥呀 山叔 你就让他妹妹七要力出来 把话说清楚 今天要找不明白 我就跟他单挑 对 七要力 小力 冷静 我来了 哎小力 大方 你跟你妹妹说 哥 小力你回来的正好 刚才小得上 说你拿水当农药 这个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看来啥山叔 小力呀 这么多年 你这大学是咋念的 那山上不打农药 虫子能死吗 虫子不死 产量能上去吗 光有产量 没有质量能行吗 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善 消费者对食品的要求 越来越高 我这么做 是想让咱们村的真子 成为绿色食品的典范 行了 这真的减产一半 你说乡亲们忙了一年到头 你说这图一个个是啥吧 你说呀 哥 你听我说 你俩还说 大方 干啥呢 你是王主吗 听说丰收了 乡亲们也在啊 三叔 咱把这份合同 补签一下 你看看 三倍 对 三倍 王主你们写错吧 没错 就是三倍 不是 这小力 你俩还有闲心乐呢 三叔 你误会了 王主写的是 今年真子的价钱 是往年的三倍 王主啊 你这是 三叔啊 我告诉你个秘密 年初的时候啊 小力到城里找到了我 她把她种植 这些绿色真子的理念 和想法告诉了我 我是非常的赞同啊 并且达成了共识 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 告诉给大家 哎呀 我要早说给真子打水 你们能同意吗 小力啊 今天是哥误会你了 看来 哎呀 看来啥 看来呀大法呀 看来 咱们大家应该感谢小力 是啊 谢谢小力啊 谢言强 不用谢我 乡亲们 绿水青山 才是金山银山呢 对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现如今大学生回乡务农 带领乡亲们 共同致富的故事啊 不绝于耳 来自山东的农民小夫妻 马小磊与张小敏 就是其中的一对 他们放弃城里 当音乐老师的工作 回农村种植土豆 温馨立志的回乡创业故事 也打动了现场的 每一位观众 哎 有人吗 哎 你笑呀 小大学 你在哪 哥哥面前一片 土豆和辣椒 妹妹对面 拿着一发打链刀 哥哥现在心里 是火急又火燎 我的梦中情人 他是挑辣椒 哥哥你要和我好 不能醉上说的多锁地烧 我的父母要求高 希望女婿挑战好 不用你多帅多高 必须真心对我好 小辣椒 我们走吧 你干嘛呀你 你往前换装去 小辣椒谁当你给你好了 你刚才哥里不 你不站住啊 你再往前一步走 你小心我削了你土豆皮 你削吧 我生是你的土豆 死是你的土豆腻 你 鹅人是吧 小辣椒 我这哪是鹅人啊 我这是黏人啊 你干嘛 小辣椒 我都黏 我都追了你两年多了 这两年多 你家那五千亩辣椒 可都是我一个人收割的 我这么辛苦的劳动 就懂得叔叔阿姨开条件的 他刚在歌里唱了 女婿不用太高 也不用太帅 我就想了 咱村200多个士林青年 谁不比我高 谁不比我帅 这条件开的 简直跟我就是 无缝衔接啊 太好了 你能不能听清楚 是可以不高不帅 我就不高 但是 他得必须真心对我好啊 小辣椒 我对你可是真心的 问我爱你有多深 土豆代表我的心 给 土豆代表你的心 那你心可真大呀 我爱你的 决心有多大 土豆就能长多大 小辣椒 嫁给我吧 你可真有意思啊 拿个土豆求婚 小辣椒 这可不是一般的土豆 它是一颗 有内寒的土豆啊 内寒 哦 我明白了 你还挺有创意的呢 小辣椒 你把土豆背了干啥 这 没有啊 不是求婚吗 戒指呢 你这戒指 我把没戒指的钱 没土豆收割机了 这多实在 那你就是单纯的 要送我一个土豆呗 那你干嘛说 他有内涵呢 这 我是这么小的 你看 我把我的心 全部都给你 虽然看着不起眼 但关键时刻 怎么着 真挺饿啊 哎呀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也想答应你 但就不知道 我爸妈能不能同意 哎呀 我知道 你爸妈一直希望 我有浓袋 我都已经计划好了 真的 什么计划 我要引入科学的方法 种植土豆 我还要在咱村 打造一个万无土豆田 好 小辣椒 你不是喜欢出去旅游吗 到时候我带着你 带你去周游世界 真的 那我们都去哪啊 哪漂亮 咱去哪啊 好 哎呀呀呀呀 反正三年过去了 我小土豆成绩斐然呐 我不仅注册了自己的品牌专利 我还建成了万无土豆实验田 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就会登上人生巅峰 成为一代土豆大王 带着我的媳妇小辣椒 去周游世界了 小辣椒 有事说事 千万别刀兵相见啊 我问你 你把我家辣椒田 改种土豆 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小辣椒 我是也不是为了兑现 我对你的承诺吗 你看 想当年我答应你 要种一个万无土豆田 我家才五千亩 加上你家那五千亩 这不正好凑一万亩吗 你当初追我时候的承诺呢 你说要带我周游世界 现在咱家宝宝都会打酱油了 我连现场都没去过 你就是个骗子 媳妇 媳妇你别生气 你听我说 我不是把今年出去旅游的钱 我买了好的种子了吗 你想想啊 有了好的种子 明年才能长出好的土豆呀 媳妇 你看 你想想 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 本来可以留在城里工作 但是我们呢 还是选择回家做了农民 你忘了这是为什么了吗 你说 大学毕业之后 在城里工作 没有什么稀奇的 要是能把土豆 做出名堂 那才就厉害 这就对了 这些年 我一直在科学地种植土豆 现在产量比以前提高了 下一步 我就要研究 咱们把我的土豆做成礼盒 到时候成立人送礼 都用我们的土豆大礼包 不久的将来 我就会成为一代土豆大王了 那我和孩子呢 老婆 你 你就是土豆王妃呀 咱儿子 咱儿子就是土豆王子 王子 对 你不是喜欢出去旅游吗 到时候 我抱着你 你抱着玩 玩才抱着土豆 我带你 咱们一起去周游世界 咱们一起去周游世界